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讲述厌食症的电影 古兽如柴 艾伦是一名女大学生 她仍爱画画 经常把自己的插画传到博客上 但是她的话始终表现出一副 不减肥勿宁死的态度 她熟知每一种食物的卡路里 吃饭的时候只会挑选一些 绿色食品下液 并且不放过一分一秒 做仰卧其错来消耗自己的脂肪 久而久之的艾伦患上了厌食症 吉姆每次看到艾伦手得只剩苦头的身体 都无比心疼 但是尝试过很多种方法 都不能让艾伦健康起来 她只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将艾伦送到一个很有名的医生那里治疗 医生提出了集体治疗的方法 不久后艾伦来到了一栋 住在一群同她一样的 厌食症患者的房子里 她将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 房子里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唯一的一位男性名叫卢克 她是一名舞蹈演员 也是这里恢复的最好的一位 已经能正常进食了 而且她还是艾伦茶话的忠实粉丝 所以经常做一些奇怪的举动 来吸引艾伦的注意 其他的病症或身或前 有着孩子依旧吃不下饭的金发女 无法进食只能通过彼此的她眼妹 和看似开朗实际经常半夜吹脱的眼镜女等等 她们常常面对着一桌美食而不知所措 每日面对持续下降的体重窃喜 但是面对家庭和自己身体带来的压力 又使他们忧心忡忡 在卢克的陪伴下 艾伦的性格渐渐变得开朗起来 与小伙伴们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一天晚上 医生带着这一群人外出感受自我 感受活着 大家看着卢克在云中的舞蹈 但是心灵的释放 灵魂的解脱 就让艾伦的内心有不小的触动 艾伦告诉一声 她明白生命的美好 可是她就是停不下来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确实 这就是厌食症者的常态 随着伙伴们一生生地对着厌食症说着滚开 艾伦也决定开始改变 至少她已经能咽下一小块巧克力了 金发女告诉大家 她已经熬过了最容易流产的前三个月 并且到医院检查 是个女孩 所有人都对此开心不已 她们决定去办个小型party庆祝 本以为是个美妙的夜晚 却被厕所里传来的惨叫声打破 原来正在吹吐的金发女不小心流产了 这一场情给在场所有人的内心不小的冲击 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心情 又被一股无形的窒息感惊喜 她们开始不停地运动 不停地减重 最终承受不了的压力的艾伦 回到了乡下妈妈家 此刻的她像个孩子一样 全守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给她唱着绿儿的儿歌 她捧着妈妈装在奶瓶里的牛奶西韵 宛如新生儿一般 单纯美好 醉叶让艾伦封闭的内心再度打开 她重拾自我 再次回到了房子里接受治疗 本部影片拴不上一个好看的剧情片 但讨论的主题远比剧情的发展更吸引人 里面很多厌食症患者的实验者 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真正的患有厌食症 而该病也只是在世起真面目来劝解 每一个处于病态减肥中的人们 当代社会无不以瘦为美 可对于两根手指必须要圈住手臂的偏执 对于每一卡路里的计较 这样的手真的是美的吗 要知道 这个多元的社会 具有足够多的空间和机会 去包容 鼓励和接纳任何一种审美 以上就是本期老暴定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暴定每天都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